中国要将上一吨渤海水灌入到新疆沙漠 并且还要造出18亿亩凉田 没想到如今竟然变成了这样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众所周知 新疆在人们的印象中 一直都是干旱荒凉的存在 无论是塔里木盆地 还是准嘎尔盆地 都透露着一股大漠苍茫之美 最近十几年来 中国在治理荒漠工程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保住了不少耕地不被沙滑 但治理得当的荒漠面积 大多是种植能够抵御风沙的树木为主 还是难以改善成为能够种植粮食的耕地 而如何有效拓展耕地面积 成为一直被讨论的话题 在此期间所提出的方法层出不穷 比如抽上一吨渤海的水 通过现代科技进行管道运输 最终灌入干旱的新疆沙漠 并且这样的工程饱兽估计要花3000亿人民币 那么问题来了 花费如此巨大的将上一吨的水引入之后 能造出几亩良田呢 这种说法乍一听像是天马行空 但确实有专家提出 并且还做出比较详细的计算 引入一吨渤海水之后 新疆可以增加大概18亿亩耕地 回头想想中国凭借着元老的杂交水道技术 能够让30.25亿亩耕地养活14亿人口 倘若真的能够再开垦出18亿亩耕地 那可以再多养大概8亿人 这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有些大大的好处 对于全世界来说减少饥饿人口的壮举 如果引渤海水入新疆 那新疆最终会发生什么变化 首先按照之前研讨会的设想 每年从渤海抽去50亿立方米的水灌入塔里木盆地 这时候就会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一片湖泽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湖泽区慢慢演变成岩色湖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都江雁 当岩色湖形成后 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周边 就会慢慢演化出一圈沼泽带 到了这个时候 就相当于把新疆的自然环境往前推了1000年 那时候正处于中国的宋朝时期 根据宋代人的记载 那时候的西域地区全部都是湖泽地带 尤其是若江 且没这些地方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湖泊 许多西域人士甚至可以捕鱼为生 从中也可以看出 当新疆的水资源演变成了湖泽模式之后 别说种田 就连养鱼也可以了 咱们继续按照时间线来推测 假如渤海的水源源不断地灌入新疆 再过许多年 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就会变成一片大则地带 而罗布泊 准达尔盆地这些小坑 就会逐渐演变成深水湖 至于塔里木湖 早就不知道被淹没到哪里去了 说不定已经成了一条海沟 到了那个时候 新疆又会呈现出什么模样呢 老规矩 咱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如果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都变成了湖泊 那新疆大部分地区就会成为绿洲 如果按照历史的维度来进行对比的话 这时候的新疆就退回到了隋唐时期 也就是1500多年前 那时候的自然环境是咋样呢 整个河西走廊全部都是绿洲 河南甚至还有大象 至于咱们的两广地区 那时候还是丛林时代 而隋唐时期的新疆 由于雨水的充沛 已经呈现出一股繁荣发达的景象 包括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伊里 喀什嘎尔等地 全部都是依山傍水的贸易城市 就相当于现在的香港和上海一样 丝路中枢万家灯火 民间各地良田万情 无论是中原地区过来的开垦者 还是中亚过来的贸易商人 都能够在这片绿洲中赚取自己的财富 所以一旦新疆的水资源环境 恢复到了隋唐时代 那将会使新疆成为中亚地区最繁荣最庞大的经贸聚集体 届时乌鲁木齐和喀什可能会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 其繁荣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香港和上海 好了 咱们继续按照时间线来走 假如渤海的水继续按照泄洪般的流量灌入新疆 再过许多许多年 新疆可能就会演变成威尼斯那样的水城 说的再通俗点 江南水乡知道吧 可能那时候的新疆会进化成这副模样 当然了 要想变成江南水乡 地区得是海拔高的地区 比如天山山脉附近 至于其他地方早就变成海底了 沧海桑田听说过没 这不是我开玩笑 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 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中亚地区 其实就是一片海洋 有考古学家就曾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化石 这说明那时候的喜马拉雅山是属于海洋的一部分 至于喜马拉雅山旁边的塔里木盆地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一片汪洋 这也使得那时候的西域人士只能窝居在天山山脉一带 毕竟那是新疆地区最高的山脉了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朝皇帝迎接天山神女的时候 是用马车去接的 因为那地方本来就是一片大平原 草木茂盛 牛羊成群 可不是用马车就直接拖过来了 咱们根据各个朝代的自然演变时 分别推测出了新疆绿化后的三种景象 这些景象也呈现出新疆这个地区在不同朝代中的兴衰变化 从上古时代的汪洋湖泊到如今的黄沙遍地 新疆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沧海变桑田 最后再变沙漠 归根结底 这其实和地球的气候变化有关 因为在这短短的几千年时间里 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下降 北温带渐渐往南移 广东的热带雨林变成了平原 河西走廊的绿洲变成了黄土高坡 新疆自然就沦为了沙漠地带 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现象 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强行逆转的话 就像刚才说的 尹渤海水入新疆 说不定就能创造一个神迹 使新疆从荒漠变成绿洲 最后再变回海洋 给诗人呈现出一种重回历史的感觉 谁不想把沙漠打造成绿洲 但这个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一旦开动我们将会面临着很多的难题 况且这一次饮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海水 一旦在饮水的过程中管道裂开 就会导致当地的土壤严简化 所以这一项任务重大 我们要谨慎行动 为了引搏入江 我们的设计师早就已经想好了两个方案 一是内线 全长约为3000公里 从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取水 通过管道拔海水送到海拔 1200多米的黄崎海 在这作为一个中转站 紧接着需要通过库布奇沙漠 乌兰布河沙漠以及丹巴吉林沙漠 在与我国甘肃省的舒勒河交汇 并流向罗布泊 最后来到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 这一个方案就结束了 二是外线 全长约为5000公里 本以为这条路非常的好走 但没想到又撞上山地 只好绕开它 首先从渤海西北海岸提送海水 达到海拔1200米高度 流金烟山 并以阴山山脉为中转站 出浪山进入海拔820米的居沿海 再绕过马宗山 分为三条路线进入新疆 而这三条路线分别流向塔里木盆地 吐鲁番盆地 准达尔盆地 计划的确很全面 但这让我想到了纳米比亚和安格拉境内的纳米布沙漠 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 最干燥的沙漠之一 沙漠面积达到了5万平方公里 已有8000万年的历史 每年沙漠降水量少于10毫米 几乎寸草不生 但它的位置却非常的有趣 因为另一边是海水 实际上它们也有想过把海水引入沙漠 结果不如人意 虽然与大海相连是一件幸福的事 但它却无福消瘦 因为引入海水并不是一件好事 反而会形成沙漠岩破坏沙漠本体 其实这也不是不可以 但还是纳矩化工程非常的大 一旦动工还是要解决很多难题 目前海水淡化的方法有8种 如反渗透法 多效蒸发 蒸馏法 冷冻法 化学调节处理 保安过滤 混凝土过滤 但咱们国家根本就没有出台海水淡化利用 当然并不是没有发展海水淡化的技术 只是经研究发现它不能有力地改善淡水资源匮乏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没有大量的普及以及推广 也就是说即便它可以实现海水淡化 但想要把这些水引入沙漠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你也不能保证引入沙漠的水会一直存在着 哪怕你前一秒在沙漠的坑洼处蓄满了水 但下一秒水就不见了 是的 没错 它已经蒸发掉了 你可不要小看沙漠的温度 哪怕你在沙漠中放个鸡蛋都能熟透 更何况是水 以目前来看 银海水入新疆还是有很大的争议 尚未获得国家批复 但是我相信不久后 我国新疆地区的人民将会用上水 不会为水发愁 而这一次饮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新的突破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